叙利亚犹如人间炼狱的灾难现场 让文者心酸 就在灾民致力在灾区进行搜救工作的时候 一声响亮的哭声划破天际 为现场悲戏的氛围 捎了一丝新生命的喜悦 宛若一道生命的曙光 灾民是在瓦砾堆里发现了这名 期待仍然和母体相连的女婴 只是她的母亲和六名家人已经全数罹难 这名刚顽强跨过鬼门关的女婴 是在和土耳其接壤的小镇金德里斯诞生 她被发现前已经被困在废墟里超过十个小时 发现她的一名妇女在为她剪断期待后 就立马将她送到临近小镇医院 目前女婴被安置在恒温箱里 她的脸部 肋骨和背部都有大面积瘀青 相信是在废墟下被压伤 但好在生命体征一切稳定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起来 牙体车 插温箱啊 没有什么问题 这原来的